王妃,不好了,王爷出事了,需要王妃进宫救人 怎么了,好端端的,我会是跟慕容安打架了吧 是我王爷差点杀了安王爷,事前被皇上知道,派人将王爷抓进了玄铁水牢 进宫 趋势奉剑得着消息赶来,都没有说两句话就一起进宫了 慕容笑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杀慕容安 如果不是安王爷先刺激王爷,王爷不会动手 王爷对当年的事一直耿耿于怀,安王爷知道,却还故意说重话刺激王爷 慕容安也没死,皇帝为什么要把人关押进水牢,太过分了吧 难道慕容笑是捡来的 属下哪里知道呀,反正王爷从小到大就是爹不疼娘不爱的 当年的事情已经说不清楚了,是皇家密心不会继续调查 北五帝对外说,慕容霄是本人下药,失去了理智 一时发疯,才失手挫杀了五王爷 为了压下这件事,慕容霄被关押了三年才出来 那时候他才十二岁 是不是提起五王爷死的事,他就会突然失控 是,王爷刚从水牢出来时,要严重很多 去了战场后才好了一些 不过回京之后,从王妃总说河里开始,又反反复复不太好了 这次,安王爷太过分,把话说得很重 王爷想起了什么,才突然发怒,差点掐死他 先借过吧 儿臣借过父皇 平山 谢父皇 请问,还魂丹可是猎王妃调制 本王妃会调制还魂丹,但还没有正式出售 最近在准备开铺子,药材没有找齐 所以现在手上,还没有还魂丹 诸位大人,是想买还魂丹 莫非猎王妃还不知道 诸位大人说的是什么事 听他这一开口,北五帝心里就松了口气 东莫野王世子身体不好 听说黄魂丹有起死回生的效果 野王就不知道从哪里买了一瓶黄魂丹给他吃 叶世子吃了却不见得好转,身体反而加重了 哦,那叶世子是买了假药吧 东莫国打击卖甲这么宽松吗 我们查到还魂丹来源于北极 从猎王妃手里流入我东莫国的 哪个不要脸的小人,敢如此污蔑本王妃 猎王妃,在时辰面前不可无礼 各位大人,我说的不是你们,千万不要误会 猎王妃,不是我们东莫故意污蔑你 是查到事实如此 刚才本王妃解释的还不够清楚吗 我店铺都还没开张,怎么卖丹药 父皇一直叫我调治黄魂丹 因为少了一株天山雪莲,没办法调治出来 谁知道你们叶世子从哪里买的假丹药 使臣语色,他们的确没有证据证明 东莫回春堂的黄魂丹是出自猎王妃之手 被五弟明显在偏袒猎王妃 继续争执下去,他们会吃哑巴亏 在人家的地盘上还是人人为好 猎王妃息怒,刚才北皇说了是误会 既然解释清楚,是个误会 那我们在这里跟您赔个不是 希望您大人有大量,不要跟我们计较 这次来北极,我们主要是想请猎王妃 给我们世子爷调理身体 猎王妃,你等会儿去趟行宫,给叶世子诊脉 现在没空 北五弟临塞铁青想发怒 可又哀于东莫使臣在场不好发作 几个使臣似乎明白 凤明威和北五弟之间有话要谈 北皇,我们先告退 希望丽王妃有空了,来趟行宫 臭丫头,这个时候你敢跟朕叫板 你为什么关押沐若肖 他差点杀了安王,此事非同小可 朕若不把他关起来,他就会发疯杀人 这么做都是为了他好 那总要问清楚是非取直吧 一个巴掌拍,拍不小 如果两个一起关押 那我无话可说 可您二话不说 就只关慕容霄 您觉得这公平吗 安王差点被掐死了 你还要关押他 是他来莲王府找事 他逼迫慕容霄在先 他无耻地非要慕容霄用军功 给沈秋月抵消过错 你觉得他这么做没错 等安王醒来,朕自会罚他 那要是他一天不醒来 是不是慕容霄就不能出来 然后沈秋月 再找个借口留在京城 照顾安王 事情一过 他就不用再流放了 别以为他不知道 沈家打的什么如意算盘 说到底 父皇心里就是偏袋 沈家和安王 既然如此 您又何必处罚他流放 又何必在意我会受委屈 来人 立刻送沈秋月去西北 给他带上枷锁 独步给朕上路 任何人不得帮他解开枷锁 为令这儿杀无赦 徐阳亲自给他监督 老奴这就去吩咐 北五弟还生气 没有人敢这么跟他说话 凤鸣威可以说是第一个 要是换成别人 早就被他砍了脑袋 现在可满意了 父皇不必问我 您要是公平公正 而这自然没有任何意见 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公正 只有绝对的强者 以后别在这面前提这种愚蠢的问题 猎王犯了错就该罚 那我可以去水疗看他吗 可以 不过先去行宫见叶王世子 我先要见王爷 不行 他是东墨叶王的儿子 身份非一般人能比 要是死在北齐 必定引起战争 此事非同小可 要以大局为重 你不要这么任性 先去行宫 可我担心王爷 不见他一面 我不放心 到时候我恐怕 没办法给叶狮子枕瞒 行了行了 你先去水牢吧 多谢父皇 皇上 沈秋月已经送出京城了 由徐侍卫亲自押送 凤鸣威听了这才离开 威尔 慕龙霄没想到凤鸣威会来见他 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 他心里默然亮起了一抹光 我没事 你不用担心 你等会儿 凤鸣威心里同情他 并让人打开牢房 打算过去给他解开铁链子 这里不太干净了 你别过来 说着用内力 睁开悬梯锁 自己走出来 你内力到底有多深 一般般嘛 你想学 本王可以教你 嗯 不要 你好臭 这些水从哪里来的 好臭啊 是宫里下水道流出来的污水 暗王怎么样 死不了 父皇要逼你去看他吗 没有 他要我去行宫 给叶世子调理身体 走个过场就行了 别真的给他调理 干嘛 他是你的仇人吗 算是吧 叶九霄不是什么好人 你别靠近他 去秦宫的时候 带上疾风 他会保护你 嗯 我先去看看 好 明天记得来看我 你吃饭了吗 没有 本王没有胃口 凤鸣威看了眼 那些臭烘烘的水牢 心想也是 这种地方 谁还能吃得下东西啊 既然你能出来 那就不要再回去 让人给你再换一间 干净的牢房 我让人给你 送床被子进来 这里都是父皇的人 在看守 这么做会气死父皇的 除了是我负责 父皇不会怪罪你 听我的 没错 那父皇要是怪罪本王 你会护着本王吗 会 凤鸣威可能沾染一些气味 来到行宫 哪里来的臭丫头 赶紧给本世子插出去 还隔着屏风呢 他就闻出来了 什么狗鼻子啊 世子爷 是猎王妃 还来给您诊脉 猎王妃 被慕容霄丢在后宅 自生自灭三年的气妃 是 猎王妃是吗 没想到猎王妃 居然是个臭女人 既然叶狮子不想治病 那算了 恕不奉陪 诶 猎王妃且慢 叶狮子 小微微 叶狮子 你要做什么 我可是有父之父 小微微 你不认识我了吗 我是阿九呀 不认识 不 不认识 小微微 你 想个办法呗 世子爷 这位是北齐猎王妃 还是凤家小郡主 咱们万万不可无礼呀 凤家 凤王的女儿 嗯 小微微 怎么可能是凤家的女儿 不可能 心虚世子认错人了 赶紧坐下来 本剧主赶时间 你不可能是凤家的小郡主 本世子认识你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小乞丐 如果你是凤家小郡主 当年你为什么骗本世子 我根本不认识你 你还看不看病 不看 本舅主告辞 我们家世子爷 因为一路周车劳顿 又困又累 难免脾气不太好 希望王妃多担待些 我看他挺精神的 不像病人 你 给本世子把他抓起来 他就是个骗子 不是说是气非吗 怎么慕容秀还派人保护他 世子爷 咱们不要闹 这里是北齐 就算猎王再怎么不喜欢 这位王妃 可他终究是猎王妃呀 猎王岂能看着别人 动自己的王妃 也九霄看着凤明威 发现他有恃无恐 挑眉得意地在笑 那笑容倒是跟小时候 一模一样 十几年没有见了 他依旧深深地刻在脑子里 没有忘记过 没想到他心心念念的女孩 居然骗他 你们都出去 本世子要单独跟他谈谈 叶世子 我等侍奉王爷之命 保护王妃 给本世子丢出去 猎王妃 您看 要不请猎王府的侍卫 一块出去等消息 您单独给我们世子爷诊卖 行吧 极风 你们先出去 极风这才带着人亏了出去 慕容秀倒是把贝你啊 看来你挺有心机和手段 伸手 少年脾气很大 死活不肯不配合 逼得他只能动粗 叶九霄一个并交小世子 他就是提笔的费劲 根本不是奉明威的对手 被他三两下就绑起来丢在床上 你 你 无耻 臭女人 快放开我 给我安静点 对于不听话的病人 奉明威没啥耐心 掏出引针 抬手扎了下去 瞬间世界安静了 世子爷 长得挺漂亮的 只可惜脾气不太好 你的病不是什么病 就是天生体弱 奉明威看他的确虚弱 连瞪他的力气都没有了 便给他扶了一颗还魂丹 然后解开他身上的绳子 丢回时空手镯 你给我吃了什么东西 独自你 对本郡主有什么好处 你的身份一时半会儿 调理不好 想调理好 不是难事 如果想恢复健康 可以来炼王府找我 这次就免费了 下次来找我 我要收准金 奉明威收拾好药箱 出去跟东墨使臣 交代几句就离开 怎么样 就是一个病胶体弱的小鬼 死不了 我们回去吧 大嫂和穆尔 还等着我们回去吃饭呢 那慕容萧呢 我打算救他出来 他亲爹都不心疼 我也没办法 唉 北五帝就是偏心哪 听说暗王醒了 那时沈秋月已经离开京城 他跑去追 还好被沈静拦了下来 黄昏丹的事情 查清楚了吗 是谁在利用我的名义 卖假黄昏丹 我们卖的黄昏丹 名字不叫黄昏丹 三弟做事向来谨慎 他想到了会暴露的可能 他就把黄昏丹的名字 改成了回生丸 既然这样 谁在冒用黄昏丹的名气 卖假药 已经在查 我已经派人去东墨 找三弟查查 需要时间 嗯 那先等三哥的消息 还有 北五帝似乎怀疑我们凤江 在西北不安分了 这次趁今 把沈秋月流放西北 其实目的 就是为了派人去调查我们家 我知道 不管他吧 父皇说 北五帝不会除掉我们凤家 因为想留着我们 牵制沈静 还有其他人 北五帝为什么如此纵容沈静 因为留着凤家 沈静就瞩目不透 北五帝的心思 他有朝一日 凤家会东山再起 转头报复他 如果沈静不听话了 北五帝便可以利用 重新重用凤家来打压沈家 从而得到朝局平衡 威尔 我们不该丢下你一个人在京城 大哥 不要多想 我没有怪过你们 嗯 大哥会给你报仇的 凤明威没有多想 并不知道凤简当天夜里 就亲自带人刺杀的沈秋月 侯爷 大小姐出事了 有人刺杀大小姐 树下等人保护不周 大小姐受伤掉下了万丈悬崖 生死未捕 你说什么 是谁干的 属下猜测 是凤大公子 只是 没有证据 侯爷 大小姐 怕是凶多吉少 凤明威是在第二天中午 才收到消息 是谁刺杀沈秋月 啊 属下没猜错的话 可能是大公子 不过大公子没有暴露身份 王妃可以放心 那 沈秋月死了没有 凤明威知道 凤简这么做是为了给自己报仇 心里不免感动 大公子刺了他一剑 人掉下了万丈悬崖 估计没有活路了 沈家会派人去找 先得消息吧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属下会派人盯着 今天王妃去探望王爷吗 嗯 去吧 我做几个小菜给他 你给他准备几套衣服 床 被子 还有芋桶之类的 等会儿一起带给他 是 属下立刻就去准备 沈静一大早就进宫告状 不管有没有证据 就是一口咬定是凤家兄妹 为了报复派人刺杀的沈秋月 儿臣恳求父皇为悦儿报仇呀 都给朕闭嘴 谈凤俭 奉明威进宫 启禀皇上 凤大公子陪夫人回娘家了 说送夫人回府之后 就立刻进宫 猎王妃他去天劳探望王爷了 带了不少东西 带什么东西 床 被子 浴桶 还有衣服啊 猎王妃说 怕王爷在大牢住不习惯 还私底下给王爷换了个牢房 立刻让他滚过来建战 凤明威来到牢房没多久 昏替安地的牢房就焕然一新了 王爷 可还满意 怎么了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嗯 事发生了点事 沈秋月在西北的路上遇刺 掉下了万兆悬崖 现在生死未卜 神经污蔑是我派人刺杀沈秋月 估计现在 在父皇那里告状 放心 没有证据 父皇就不会把你怎么样 嗯 赶紧吃吧 等会儿父皇肯定会传我过去 我会想办法尽快出去的 王爷 王妃 皇上传王妃去一趟御书房 徐世纬 这些东西我刚搬进来 你别动 我知道 父皇很生气 你放心 这事不会牵连你 我这就去跟他解释清楚 嗯 在下知道了 王妃先跟我过去吧 皇上正等着您 心情不太好 您待会儿小心些 好 多谢许世纬 儿臣见过父皇 奉明威你这个毒妇 玉儿死了 你现在满意了吗 安王爷说的叫什么话 沈侧妃的死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就是你派人刺杀他的 毒妇 你不得好死啊 证据呢 难不成你们觉得 我跟他有过节 他死了就是我害的 这太不假道理了吧 这里是御书房 可不是安王爷 撒野的地方 父皇英明神武 明察秋毫 相信早就派人去查了 当时徐阳也在场吧 他有说是我杀了水秋月吗 或者是你 亲自看到我杀了他吗 父皇 奉明威一向狡猾 最擅长狡辩 除了他 没有人会杀害月儿 儿臣就父皇给儿臣做主啊 父皇 儿臣是挺讨厌沈秋月的 不过他已经承认自己的错误 父皇罚他流放西北 算是得到英勇的惩罚 儿臣心里高兴 看着他倒霉 没有人比我更希望他活着 我还打算有一天去西北 看他狼狈的下场呢 沈秋月折磨我三年 我打算以牙还牙 也折磨他三年 我没有想过现在要他的命 如果我想杀他 在父皇那天问我 对这个惩罚是否满意时 我就会提议将他斩首施众 不会多此一举 花杰故人杀他 在我眼里 他沈秋月的命 不值得本郡主如此大费周章 听听这叫什么话呀 太嚣张了 方明威 你果然就是毒妇 我是怎么样的人 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既然知道本郡主向来心和手辣 那你最好别招惹我 行了 都给这住口 皇上 小女虽然有错 可她罪不至死 现在有人非要她的性命 臣求皇上为小女做主 讨回公道啊 哼 说起来 我遇刺不知道多少次了 那时候沈侧妃还在京城吧 照你们这么说 我遇刺 也是沈侧妃干的 因为她跟我一直作对 一直恨不得我死啊 不是沈侧妃 那就是安王 沈家 凡是跟本郡主有仇 有过节的 你们都有刺杀我的嫌疑 父皇 儿臣多次遇刺 险些丧命 现在嫌疑人就在御书房 儿臣求您做主 安王 你给朕闭嘴 无凭无据 你凭什么说是 立王妃派人刺杀沈侧妃的 父皇 儿臣 景侯 还是您有证据吗 皇上 对方很狡猾 派的人都是高少 还故意设法引开了徐阳 从中就可以看出 那人知道徐阳能看出他的来路 所以故意引开他 而有这样本事 又跟月儿有仇的人 除了凤大公子 臣想没有别人了 皇上 凤大公子求见 启禀皇上 月儿身体不适 臣昨夜一直照顾他 家里还有一个幼儿要照顾 臣根本无暇分身 就是不知道 景侯有什么证据 冤枉臣刺杀沈侧妃 因为你痛恨月儿 还有因为你们痛恨我们沈家 我的确痛恨沈侧妃 心思歹毒 残害威尔 臣恨不得杀了他了 不过皇上已经下旨流放西北 杀了他 还不如让他活着 承受威尔曾经承受过的痛苦 皇上 臣不可否认 痛恨沈侧妃 不过他的命 不值得臣多此一举 派人去杀他 不仅要花钱 还要承担风险 兄妹俩将沈秋月 贬得一文不值 沈静已经快气得当场吐血 北五弟又不想因为一个小小沈秋月 得罪凤明辉 因为凤明辉比沈秋月更有本事 能帮他排忧解难 东末夜王世子调理身体需要凤明辉 这件事沈静都做不好 只有他能做 北五弟朝礼公公审了个眼色 每一会儿一个小太监就进来禀告 启禀皇上 夜王世子身体不适 吵着说要见猎王妃 皇上 臣已经让人请白医圣前去行宫 相信夜世子不会有事 白医圣已经在行宫了 可夜世子不让他看 说只要猎王妃看 北五弟正打算让凤明辉去行宫 想获悉你 可是神经不服气 皇上 烈王发疯差点掐死了安王 您罚他在水牢反省 烈王妃却给他送床 送被子 玉桶 还私自给他换了一个牢房 如此做法 实属没把皇上放在眼里呀 烈王妃 你可知罪 儿臣知罪 父皇要罚儿臣 儿臣无话可说 不过儿臣还是有一句话 不得不说 说 那个水牢根本不是人住的地方 那些水都是宫里留下的臭水 王爷在里面待了一天 说王爷掐死安王 可他又没死成 先无理取闹的是安王 王爷在里面反省了一天 被臭水熏了一天 这还不够吗 儿臣想问 父皇究竟打算关王爷多少天啊 你这是一句话吗 不止一句话 可儿臣有委屈 还不能说吗 你看安王 受了一点小小的委屈 就跑来跟你哭了半天 父皇也没有嫌弃他说得多啊 您这也太双标了 北五弟脸色铁青 身碎如鹰损的眼睛盯着凤敏威 黑眸染上了一层杀意 这下凤鸣威总算死定了吧 凤锦心里暗叫不好 父皇 别生气 您要是不高兴 那就打我一顿吧 还是凤鸣威机灵 他已经非常懂得如何顺毛 立刻是一人拿来戒齿 恭恭敬敬地递到他面前 父皇 儿臣知道错了 求您责罚 北五弟去捷 准备抽他 父皇 您轻点 我等会儿还得去行宫 给叶狮子看病 到时候 怕手抖 拿不吻一针 北五弟看着他这样嗷嗷叫 突然就觉得没意思 跟个小姑娘计较掉身份 那还不快滚 这几天不许进宫 朕不想再看到你 多谢父皇开恩 皇上 您这太纵容猎王妃了 他 他 行了 朕觉得不可能是凤家兄妹派人刺杀沈测飞 那天朕找过他 如果他想要沈秋月的命 犯不着冒险多次一举派人刺杀 他完全可以直接毒杀了他 沈静和慕容安纷纷被他冰冷的眼神吓了一跳 这是绝对不能忤逆的眼神 要是再多说一句 估计就会人头落地 沈静盲示意慕容安不要插嘴 继续闹下去 北五帝也不会改变主意惩罚凤敏辉 还不如趁机顺从了他的意思 慕容安得到岳父大人的指示 父皇 昨天都是儿臣的错 不能怪几弟 儿臣求父皇放了几弟 既然知道错了 那就不要再犯 事已至此 朕不想得看到你们兄弟 因为一个女人 不顾手足之情相互残杀 要是再有下次 朕绝不轻饶 是 父皇 儿臣以后定不会再让父皇说 怎么现在才来 本郡主又不是你的御用太医 凭什么要求随教随到 我看你在北齐地位 连个太医都不如 你们凤王府都没有了 为什么还愿意待在北齐啊 如果你愿意 本世子带你回多末 破例让你做本世子的御用女仪 本世子保你荣华富贵 想着不尽 如何 不如何 没兴趣 小薇薇别动啊 不然断了你 小薇薇 占了个威子 莫不是在说我 好家伙 敢指桑骂怀羞辱 我是一只任由他宰割的小狐狸吗 昨天见面 他张口就喊了小薇薇 感情不是什么认错人的狗血桥段 是在骂他 发现这小子实在是忒没有礼貌 奉明威提成要想扭头去走 猎王妃这是怎么了 您还没有给我们世子看身体情况呢 本郡主心情不好 不出诊 你说要多少钱 本世子问你要多少钱才出诊 多少钱都不接 那你就不怕本世子去北黄那里投诉你吗 哎呀 我好怕怕啊 世子爷请 你尽管去投诉 快去吧 本郡主可以送你进宫谢父皇 一九霄脸色臭的能黑死神 猎王妃 要不您还是改天再来 这样下去 他们家世子爷会被气死的 奉明威懒地理他 提着药香灰灰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王妃 王爷从水牢出来了 怎么 你父皇知道心疼你了 是三哥求的心 沈静让他这么做的吧 最近 父皇对三哥很失望 要是再不想办法往回 恐怕就要被父皇放弃了 既然王爷没事了 那就好 你过来一下 我给你检查一下身体 本王伤势好了 没有什么不是 我知道 你过来 他要检查的是 他有没有心理病 你就画你心里最渴望的东西 或者 你现在想什么 就画什么 慕容霄实在搞不懂 他要做什么 但又不想破坏 现在的好气氛 便按照他说的去做 奉明威没有盯着他画 他自己也要画图 两人一起画 画好了 你画我做什么 本王也不知道画什么 慕容霄也有些不好意思 不是他说 心里渴望什么 就画什么吗 这回表达的够明显了吧 奉明威气节 发现他就是不配合 本王画的不好看吗 慕容霄不知道 哪里出了问题 这女人居然一脸不开心 莫非因为不喜欢她 不是啊 画的是挺好的 不过 这不是她要的结果呀 没法判断出 她是不是有心理疾病 不过 她画她是啥意思 心里最渴望的是她 你不要脸 雨天到外就想这些事 本王想什么了 那你说 你好端端的画我做什么 想画就画呗 你要是不喜欢就算了 奉明威促眉 她画自己 不一定是因为那些事 我问你 你现在 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女人 我是认真的问你话 那你到底想做什么 那天 你为什么要掐死安王啊 你是不是也觉得 本王发疯要杀人 不是 我就是觉得奇怪 想了解情况 你没必要知道 就算本王是杀人狂魔 可你已经嫁给本王了 那你就休想再离开 行了 我们不提这事 你不打算回军营的话 那就帮我进宫一趟吧 不去 说着 男人心烦气躁地离开 郡主 宫里派人说 皇上让你进宫呢 哼 他也不怕打脸啊 刚说了不许他进宫 转眼又传他进宫 他们家怎么这么喜欢被打脸呢 郡主 皇上找你肯定没有好事 王爷回来了 要不找王爷陪您一起进宫 不用 心情不好 找的肯定吃闭门羹 凤鸣威自己一个人进宫了 双喜不放心 还是找了慕容霄 贝皇 您可得给我做主 叶王妃胆大包天费力本世子 本世子已经失去了清白之身 您造本世子以后脸还往哪搁啊 灰东墨 谁还敢嫁给我呀 凤鸣威近来刚好听到这话 差点心梗 猎王妃 你给朕跪下 父皇 他胡说八道 污蔑我 昨天你给我枕脉 结果却把我绑起来丢到床上 上下起手的人 不就是你吗 我是大夫 你不配合 还给我发脾气 只能出此下策 这么说你就是承认了吧 想不到猎王妃是这样的女人 就算你喜欢本世子 本世子又不是说不给你追求的机会 凤鸣威这段时间没有在谁手里在个跟头 想着这么丢人的事 他一个世子爷要面子 估计不会到处乱说 可谁知道他就是不怕丢脸 还特光荣地跑来高撞 凤鸣威调整情绪冷静下来 正想反击 就在这时慕容消感来了 猎王啊 你来得正好 你的王妃对本世子无礼 你说该怎么处置 叶世子怕不是有什么误会 这可不是误会 他就是贪图本世子的美色 故意对我无礼 叶世子是长得不错 不过 本王可以明确告诉你 你不是维尔喜欢的类型 说他非理你 绝对不可能 因为威尔喜欢本王这样身体强壮的男人 这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也就像脸色煞白 真怕他扛不住晕死 王爷说得对 叶世子未免对自己太过自信了点 本郡主对你这种小屁孩 不感兴趣 你 狮子爷 北五弟怕把人气出好歹来 叶王 你们给朕住口 叶王妃 麻烦您给我们狮子爷看看 要是狮子爷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们叶王爷会扒了我们的皮的 此话 同时也在侧面告诉他们 叶九霄有什么事 叶王不会放过悲齐 北五弟示意凤鸣威赶紧地给他看看 凤鸣威这才慢吞吞地上前 掏出银针扎在他的脑袋上 他的镜影 送他回去吧 你还没有给我道歉呢 狮子爷 我们先回去 等身体好些了再来 东莫世辰带着人赶紧走了 你们一天到晚就知道给朕闯祸 是最近日子太前 吸氧了是吗 父皇激怒 叶世子分明就是故意找威尔玛分 儿臣总不能看着自己媳妇 被别人污蔑欺负吧 你还敢顶嘴 王爷说得对 叶九霄就是故意找查 人家为什么故意找你查 难道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不知道反思 还敢如此放肆 朕看你就是皮痒 在行宫的事 朕已经知道了 你竟然奉旨给他看病 为什么突然不给他看了 因为他侮辱我 对我无聊 这里是北齐 不是他东莫 凭什么要我委屈自己 忍气吞声受他的气啊 他不想地继续问了 找他进宫 就是给自己找气手 行了 你回去吧 眼不见心不烦 赶紧打发走 我打算明天 开始动宫建造游乐园 不知道父皇什么时候给我拨款 给我人手 行 那你可以去找工匠了 父皇 这次可以好好跟下面的人打声招呼 不要到时候 又说我挪用了谁谁的东西 不会 这次朕会跟皇后说的 我们去酒楼吃饭吗 不行 现在还不是吃饭的时候 我还得去到工部呢 工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了 我要吃水煮云吞面 就去接他那一家 好 第二天太上皇 却早早送来了一桌丰盛的御膳 另外还赏赐了他们一人一袋金豆子 连皇帝都赏赐了不少好吃好喝的给他们 什么情况啊 估计是我们在面摊吃云吞面的事传到了宫里 不知道谁传的 说我们穷到没有钱吃饭 谁说你穷啊 本郡主现在是有点穷 可你不穷吧 猎王府可是富可敌国 这些人 怕真是个傻傻 这么多年都没有发现慕容霄 是半猪之虎 要是北五帝知道他最不喜欢的儿子 其实富可敌国 北齐的钱财估计 都给慕容霄四挂走了 到时候他会不会被气的 原地改屁啊 他的目的不是要说我们穷 目的是为了败坏本王的名声 堂堂猎王 带猎王妃在面摊吃面 传出去不仅掉了身份 还有损皇家掩面 跟凤明威吃个面而已 没想到就有意外的收获 这女人忘她呢 她的本意是想父皇训斥我 可没想到皇祖父知道了 事情便不受控制 她是谁啊 也许是秦王吧 哦 原来是他啊 你不去军营这都可以吗 本王也是有假期的呀 你放心吧 兵权丢不了 过阵子 本王会想办法让凤姐进军营 你有办法让大哥进军营 嗯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马场不给我们进呢 哦 各位公子 马场现在正在施工 建造游乐园 已经不再是马场了 各位要是想骑马的话 可以先去其他马场 皇家马场 怎么就要改造成游乐园呢 这是谁出的拙意啊 听说是猎王妃 君王爷 在下也是奉旨办事 哼 本君王还就不幸了 皇家马场凭什么给他奉明威 改造成游乐园 他当皇家马场是他家买的地 哼 那不是猎王 猎王妃吧 奉明威 你凭什么拆了皇家马场 父皇同意的 有意见 你进宫找父皇投诉呗 哼 我不管谁同意 今天本君王就要骑马 里面已经在动工 并不安全 你想骑马 过两三个月再来 什么 要关两三个月 皇家马场都不给接 凭什么 凭皇上特许 慕容彻神色一僵 贤亲王再大也大不过皇上 他在这里闹 根本不会有结果 可他心里有气不过 没办法便回家找父王 贤王是北五帝那一带 兄弟中为数不多 幸存下来的人 家里只有一个宝贝儿子慕容彻 这宝贝儿子受委屈了 他自然不答应 立刻就进宫找皇帝高壮 阿弟 皇家马场现在是重新改造 不是拆了 过阵子就能开放 汤儿现在想骑马 可以去别的马场骑 皇兄 不是陈弟有什么意见 陈弟是想不明白 好端端的 你怎么就同意 让凤家的女儿胡闹 他要皇家马场你就给 最近听闻你十分纵容偏袒他 这样下去 他迟早给你宠得无法无天 他有在宠封明威吗 凤王的女儿 他犯得着给他宠女儿 阿弟别胡说 朕又不是没有女儿 犯不着宠别人的女儿 皇家马场的事 朕自有用处 你就别管了 可今天是彻尔的生辰 他就想在皇家马场骑马 陈弟就这么一个儿子 总不能在他生辰的时候 让他受委屈吧 王妃 皇上找您 皇上找我什么事啊 听说是贤亲王 进国找皇上告状了 因为皇家马场被封的事 慕容穿的孙子就是喜欢告神 他怎么那么烦人啊 今天是他生辰 这是简单 明天在酒楼给他举办个生辰宴就好了 就当是补偿 他就挨着闹 没别的精神 可以给他举办 不过钱 得他们贤王府处 不然大家都会趁机给我韭菜 贤王叔会出钱 只要慕容彻高兴就行 什么意思啊 他们不能在贤王府 给他举办生辰宴吗 慕容彻从小就没有母妃了 贤王府只剩下他和贤王叔两个人 他不喜欢在家里举办宴会 晴天说是要在马场举办个赛马宴 就当庆祝自己的生辰 行吗 他们出钱 我给他搞个笼珠的宴会 就今天晚上 生辰宴 奉明威要给我举办生辰宴 梁妃说是晚上 到时候您准时参加就行了 他全给您办妥了 包您满意 这么好吗 给本郡王换套衣服 准备参加宴会 王爷 王妃 太圣皇来了 还带着小世子一块来的 啥 老爷子跑出来做什么 要是出了什么事 我可担不起责任 赶紧派人保护 丫头 这九楼还挺不错的嘛 事办得不错 老七 你媳妇不错呀 黄祖父 八王叔 你们到包衔等吧 楼下有很多人 怕吵着你们 没事 我就爱热闹 黄祖父 您怎么来了 慕容彻没想到 他的生辰宴 太上皇会亲自来捧场 这真是莫大的荣幸 可太上皇压根儿 不是来给他庆生的 就是听说 凤茗薇要在巨仙楼里 举办宴会 他听说了后感兴趣 才找仙王带他来 嗯 今天你是寿星宫 玩得开心才重要 不用拒绝 这次姑是微服出宫 赶紧找座位坐 宴会开始了 慕容彻挺开心的 觉得这次宴会很热闹 是他十八年来 最开心的一天 慕容彻 你过来 这 这是什么呀 蛋糕 这件凤鸣威 很快一个蛋糕 就全部均匀切开 然后放在盘子里 端给大家吃 来了很多人 一个蛋糕 根本不够吃呀 本世子还要一块蛋糕 这时夜九霄 躲在角落里 吃完了一块蛋糕 他忍不住还想吃 已经没有了 本世子出现 买你们的蛋糕 你们把手里的蛋糕 都给我吃 你不能吃这么多甜食 蛋糕吃一块就好了 还有别的好吃的 可我还想吃吗 小薇薇 你就给我吃吗 叶世子 今天是贤俊王生成宴 请你不要在这里闹事 不然本王把你丢出去 你 一九霄蹬着慕容霄 突然脸色变得泛紫色 激烈咳嗽 然后倒了下去 怎么回事 我们家世子岩石中毒了吗 凤鸣威给他检查 脸色已变 嗯 是中毒 蛋糕有毒 大家不要吃 大家先不要慌 感到身体不适 或者有任何不舒服的 都站出来 姑吃了蛋糕 没什么事 姑想不是蛋糕的问题 慕容霄 贤王都吃了 并没有中毒的现象 可以排除是蛋糕的问题 是有人暗中 单独给叶世子下了毒 凤鸣威给他服用了一个浑浑丹 总算保住一命 不过毒没有解 这毒有点棘手 只能先控制 希望猎王府 务必查出凶手 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 东摩世真心里恼怒 可没敢发作 带着叶酒消灰行宫 一场好好的宴会 就给搅和了 说到底 就是有人 见不得凤鸣威酒楼生意好 故意给他添毒 不让他明天顺利开业 叶酒消在酒楼中毒的事 明天巨仙楼肯定没法开张 过不了一会儿 京兆府就派人来查封了酒楼 王祖父 孙儿先护送你回宫 太上皇知道这个时候留下来 只会给他们添乱 便带着小安子回去了 京兆府来人 宾客都没有心思吃东西 分分散去 抱歉 是我的疏忽 毁了你的生成宴 啊 没事 这也不是你的错 王叔给的三万 我会退还给你 宴会成功举办了 彻尔很开心 本王也很满意 不需要退钱 要是你觉得亏欠 那就做一碗长寿面给彻尔吧 啊 不要 哪敢劳烦小郡主 亲自给我做长寿面啊 过生辰就是要吃长寿面 我给你做 你等着 昨天下毒的凶手找到了吗 是王家 哼 那个王何时 还以为他长记性变老实了呢 原来是在折服 等待机会 伺机报复本郡主 这次他做了冲组的准备 并没有证据 很难将他绳之一发 不过 本王已经想到了办法对付他 什么办法 除掉他的后盾 他自然没有猖狂的资本了 这事交给本王 你耐心等两天 哦 你最近 是不是太累了 嗯 最近有些头晕 睡不着 一个人睡的时候 还经常做噩梦 那昨晚 你一夜没有睡 嗯 一个人在锦百轩躺下 就做噩梦睡不着 没办法 只能起来处理公问 现在又开始头疼了 本王可以靠你怀里睡会儿吗 抱歉 是本王躺吐了 凤鸣威今想他昨天也帮了不少忙 人手食材 都是他让人送来现成的 不然昨天的宴会 仅凭一天时间 根本来不及准备这么多东西 他没有花一分钱成本 就赚了三万两 可这都是在占了他的便宜啊 哎 没事 就是靠一下 本郡主不至于这么小气 靠我腿上吧 我给你按摩穴位 缓解一下头疼 嗯 多谢郡主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客气啊 快不适应他 本王一直都是这样的人 端方君子 兵兵有礼 从小本王就是受这样的教育长大的 凤鸣威都不屑拆穿他这点蹩脚的谎言 是是 你是皇室贵族 天生金贵俊雅 你不喜欢这样的男人 喜欢啊 温柔好看 身份尊贵 多金 谁不喜欢这样的人啊 哎 行了 你睡会儿吧 你这样丑死了 孟龙霄认真地听了进去 铭记于心 他睡了一个好觉 也做了一个美梦 王爷 沈秋月的尸体找到了 天死了 沈静亲自带着人寻找 在悬崖底下找到的尸体 据说当时就已经死了 尸体还有腐烂的味道 今天沈静带着棺木一起回京 他和沈秋月之间的恩怨到此结束 不过凤家和沈家之间的恩怨还没有结束 夫人不好了 黑风寨结了一批贡品 不申暴露 本人上报了朝廷 本来我们可以从中化解这场危机 可是这批贡品里 有皇上极需要的天山雪莲 天山雪莲 是 不过几个当家的结到贡品时 却没有发现天山雪莲 现在皇上要天山雪莲 我们拿不出来 皇上勃然大怒 下令要交匪 猎王进宫 请指带人前往黑风寨 交匪 听完 王和尸顿时差点晕了过去 好你个猎王 夫人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去趟沈家 可沈家现在在办白事 靖侯爷今天怕是不能进宫啊 找大公子过来 对 换来有何事 黑风寨出事了 皇上要下着交匪 你赶紧想办法 立刻进宫 去求王太后 黑风寨 不管怎么都是王林的外祖家 他亲外祖父 现在还是黑风寨的寨主 王林做不到措施不理 我马上进宫 狡匪 嗯 王和尸之所以如此嚣张 就是因为有黑风寨 王家的大多数安慰 都是黑风寨给他送过去的 除掉黑风寨 他便失去了庇护 失去了后盾 没有这个后盾 他就是失去找牙的狼 到时候王家老夫人自然能收拾他 还有这次小匪 本王带凤俭一起去 他若能立功 便可以来军营 谋得一官半职 简直一箭双雕一举两得呀 你早就想好了 公平被截的消息就是本王让人拦下来的 公平早在半个月之前就被黑风寨截走了 这次的天山雪莲还不错 给你 今晚盾了好好补一下身子 公平 其实是你截的 不是 公平是本王准备的 天山雪莲也是本王从收藏的库房里拿出来的 原本就没打算给北五弟 不过是用来做一个诱饵而已 实际是为他专门准备的 奉明威对他的了解 仿佛进入了一个海洋世界 没法想象他背后的商业帝国到底有多强大 连贡品都是他在背后操纵着 这么说 他其中一个马甲是北齐黄商 多谢王爷 我现在就去杀只鸡 杀只老母鸡炖了 我们一起吃 我可以跟着你们一起去吗 那你的药妆店和巨仙楼不开张了吗 夜酒校办事也算漂亮 东墨使臣顾打人进宫 跟北五弟解释了一下 人家没有追究 北五弟就同意解封了巨仙楼 明天就可以正常开张了 不着急 我要先收拾一下王和尚 好 那随你 混账东西 叫王林和王二老爷滚进宫建阵 宫品被劫就被劫了 那些东西他不在意 可天山雪莲 黑风寨必须给他完好无损地吐出来 否则别怪的心寒手辣 灭了他们整个黑风寨 两人进宫几时 北五弟似乎就冷静了下来 觉得的确过于冲动了一点 传烈王妃进宫 皇上 猎王妃跟王爷一起去了黑风寨 这么快 猎王已经出发去剿匪了 北五弟脸色难看 没想到慕容霄做事这么积极 不知道夸他还是骂他好 是 这会儿估计已经到了黑风寨了 胡闹 猎王妃一个女人跟着去剿什么匪 赶紧给朕把她喊回来 王林 你去 陈孙旨 出了宫 他带着人就马不停蹄地追 王林一直追到了黑风山 看见有尸体和兵器 全都是黑风寨的人 可见慕容霄他们 已经攻打上了山寨 刀下留人 慕容霄他们抓住了不少的土匪 何事一家老小都在 包括何老寨主 不过 却让其中一个儿子给逃了 他们正在逼问呢 灵儿 王爷 皇上传你们立刻回京 黑风寨已经剿灭了 搜出了贡皮 人也抓住了 是该回京了 回京 黑风寨已将被捣毁 还没有来得及转移的财产 都被发现缴获 他们培养侍卫的地方 也给发现 还有不少的孩子 都被带了回去 何家的人都被关进了囚车里 夫人 黑风寨被灭了 老寨主他们都被活捉 三当家侥幸逃出来 现在猎王押送回京 老百姓一路破口大骂 用烂菜叶 臭鸡蛋砸他们 大公子没有去黑风寨阻止吗 大公子去了 这是没来得及 赶到黑风寨 就被攻破了山门 娘 父皇 以上是黑风寨的种种罪行 人犯已经抓获 请父皇发落 慕容消息了 关于黑风寨恶行的 一道折子呈上 现在黑风寨的事情 都爆出来 根本没办法再做遮掩 没办法从轻处理 立刻打入死牢 按国法处置 皇上 说起来 黑风寨是王大人的外族 这件事王家不知道 有没有涉嫌 本王认为 还是要查一查的 立王爷 您不要信口开河 王家和黑风寨 甚少往来 黑风寨恶名昭著 坏事作绝 本王想王家 定不会跟这样的亲戚往来 黑风寨三当家 还没有抓住 已经派人追捕 如果跟王家 没有什么往来 那追捕三当家的任务 就交给王大人了 王家必然引起老百姓的不满 不管出于哪个立场 北五帝都只能下令 将何家满门抄斩 这事就交给王林去办 抓住三当家后 一起送入天牢 满门抄斩 律师上 北五帝冰冷的毛子 王林立子苍白 没法再替何家辩解 拱手退了出去 立王妃呢 谁让你带她一起去剿匪的 父皇 威尔不是一般的女子 她会医术 儿臣这次剿匪就怕有士兵受伤 她跟着一起去 就是儿臣的军医 儿臣认为没有什么不妥 朕倒是不知道 你的口才如此好 跟你媳妇学的 儿臣不敢 夜市子中毒的事 查出来没有 没有 那还不去查 皇上息怒 臣立刻去查 你滚去军营 没事别给朕回来 儿臣想跟您请长假 休息一段时间 北五帝被气得半死 最后直接让人 把她轰了出去 请假不给批 不过也没有管 她什么时候回军营 也就是说 她可以自由 想回京就回京 想去军营就去军营 这个结果 慕容萧很满意 怎么样 我大哥有没有机会 进军营啊 那样的明天 论功行赏的时候才知道 本王已经上报了 她的功劳 暗中也有人打点 应该没有问题 但没法官复原职 啊 我明白 那就一步步来 吃饱后就打算洗洗睡了 本王能跟你一起睡吗 慕容萧 你不要得寸进尺 虽然你帮了我大哥进军营 可你也别忘了 我们是合作关系 互惠互利 别想因为这点小事 就想着本剧主 伺候你睡觉 没门 慕容萧望着恼羞成怒的女人 就知道她很快就会过河拆桥 本王不是这个意思 本王就是一个人睡不着 经常会做噩梦吧 想着身边有个人陪着睡 这样或许可以睡得好一点 她领上写着 我很无辜 我很纯洁的表情 奉明威气节 脖子都红透了 没想到是她自己想多了 那也不行 孤男寡女同床共枕 很容易出事 本王定领一向很好 分开被子睡 本王不会对你做什么的 够习惯一个人睡 那本王睡不着就头躺 明天可能就上不了潮 实在没办法 只能威胁咯 奉明威脸色煞水 变得很难看 本王 去睡小探 哼 就今天晚上 要不是她给过房租 奉明威一定踹她出去 好 说着麻溜地抱着枕都上来了 威尔 你烦不烦 本王还是睡不着 那你想怎么样 本王想抱着你一起睡 这样就能睡得着了 你确定 不行 你不许碰我 不然你出去睡 本王睡不着 那你陪本王聊天 本静着困了 懒得理你 她钻进被窝 呼呼大睡 慕容霄脸色有点黑 干脆等她睡着后 扯开她被子钻进去 硬是抱着她睡 女人睡得很沉 都没有反应 这让她很得意 低头在她小嘴巴上 咬唧地亲了一口 谁知道这时候 奉明威突然睁开眼睛 目光涣散 显然不是清醒状态 慕容霄吓得差点心脏跳出来 不过奉明威并不是真的醒过来了 她只是自我保护意识有点强 似乎察觉到有人偷袭自己 才睁开了眼睛 但又因为太困了 眼皮打架 根本撑不住 神色倦怠地看她一眼后 很快又睡了过去 这次她主动地往她怀里靠 以为是家里的抱枕呢 大腿一抬 压在她腰间上 双手抱着她的脖子 再在胸膛前蹭了蹭 慕容霄穿着冰蚕丝 这道卸衣 蹭起来冰冰凉凉 还蛮舒服的 本以为可以睡个好觉 现在娇气在怀 紧紧相贴 叫她怎么睡呀 碰她妈 你又怕人吵醒 一发不可收拾 肯定会被揍的 不碰吧 又太痛苦了 好磨人呢 这一个晚上她都没法睡 就这样睁开眼睛熬到天亮 第二天 凤鸣威就被她早早地吵醒了 睁开眼睛 发现她坐在旁边 眼底黑眼圈实在是严重 你不会真的一晚上没睡啊 嗯 本王去上朝 还早 你继续睡吧 慕容霄在朝堂上的事 她不得而知 凤鸣威也不关心过程 就想知道结果 躺了好一会儿 实在躺不住了 只能起来等消息 凤鸣可以进军营了 关区六品 明天就可以去军营报到 我知道了 谢谢 王爷 什么事 回王爷 是叶狮子来了 怕说找王妃 此事不必告诉王妃 双喜姐姐 现在该怎么办 我要告诉王妃吗 还没等双喜说话 凤鸣威听到外面没有动静 就打开房门 怎么回事啊 王妃 叶狮子来了 王爷说不要告诉你 就自己去了前院 叶九孝来找 有说是什么事吗 没有 她就说想见王妃 奴婢觉得 王妃还是去前院看看 奴婢看王爷的脸色很不好 嗯 去看 叶狮子请回吧 维尔说不想见你 本狮子要听她亲口说啊 不然我不走 叶狮子找本王王妃是要做什么 不告诉你 叶狮子找本郡主有何事啊 哎 小薇薇 叶九孝看到她 眸光发亮 兴高采烈地跑过来 恨不得像只狐狸一样 跑到她怀里 撒花 只是她还没有碰到 奉明威的衣角 后颈一紧 慕容霄嘴手拎起来 丢回了太师椅上 啪哒 估计摔得不轻 世子爷 你没事吧 疼 小薇薇 我好疼呀 慕容霄不容许 她这么无耻地 缠着她媳妇 拳头一紧 准备给她脸上 一拳头打回去 哎 你做什么 要伤了叶世子 练亡服可赔不起 没有什么是本王赔不起的 别意气用事 这女人对别的男人 没有一点防范意识吗 她难道没有看出来 叶九孝这男人喜欢她吗 嗯 那本王下回出手会心点呢 你找我什么事啊 你说过请我吃蛋糕的 说话又不算数 又骗我 坏女人 小骗子 我去仙楼还没开张呢 还有 你身上的毒没有清除干净 不能吃这种甜腻的东西 容易血糖飙伤 扩散毒液 可我就是想吃嘛 那你不要命了吗 我这个病啊 这辈子都治不好 没有多少年头活了 还不如痛快地死掉 一了百了 世子爷 您别灰心 有猎王妃在 艺术高超一定能治好您的 没用啊 不管艺术再高超 那也救不了一师无一的人 本世子就是一个将死之人 我早就知道了 你们不用安慰我 别说傻话 你不是什么病 只是早产的缘故 天生体弱 可以调理好的 哼 本来我身子都好多了 可现在被猎王爷如此粗鲁地对待 估计要去掉半条小命了 就是 猎王爷 你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如此对待我们世子爷 难道你想自杀我们世子爷吗 你今天要是不解释清楚 那就别怪我们进宫告你一状 谁都知道 北五帝不喜欢猎王 昨天他刚侨匪立下功劳 可是今天早朝论功 行赏的时候 却没有给猎王任何赏赐 甚至夸赞的话都没有 他手底下的将领都领到了赏赐 甚至封前还因此有机会 从一个罪臣洗清罪孽 重新回归军营 管局六品 因此觉得猎王爷再能干都没有用 不受皇帝宠爱 那人人都可以欺负 都可以踩他两脚 要是冬末世辰进宫告他一状 北五帝肯定会为了两国和平 训斥慕容霄 所以他们才敢如此有底气 本王看叶世子不是挺精神的吗 如果本王下了狠手 他怕是得从猎王府躺着出去 你们到底是来做什么的 要吃蛋糕就等两天 现在没有 方明威有意护服 冬末世辰就不敢放肆 毕竟他们世子爷 还得指望他调理身体 不好得罪他 叶九孝看着心里的小情人 在自己面前袒护别的男人 心里很不适滋味 蛋糕都觉得不香了 那你现在给本世子解毒啊 不行 你身子骨不太好 先回去养两天再说 你回去吧 世子爷 咱们先回去 这事急不来 是啊 世子爷 星期吃不了热豆腐 这事得从长计议 那你们能报吗 这事您回去问问您父王 一九孝蒙光微微闪烁 觉得有道理 没有父王搞不定的事 然后便没有闹 乖乖地离开了猎王府 大哥都有赏赐 怎么你没有啊 没有 他觉得无所谓 可是以前从来没有人关心过他的感受 曾明威突然关心他 心里的委屈 就不受控制地涌出来 大家都论功欣赏 凭什么你没有啊 他也太偏心了吧 父王对我向来严厉 觉得我这次表现不够好 狗屁 咱不能吃这亏 我找他去 慕容霄心里高兴呀 像吃了一颗蜜枣一样 心里甜滋滋的 你别去 父王就是气我那天在御书房不给王家留情面 所以有意教训我 几个赏赐而已 又不值什么钱 算了 本王不要 没出息 拿出你杀敌的血性了 不然你父皇就知道欺负你 好 下次我一定拿出血性来 今天就算了 因为今天在朝堂上 他不同意奉剑进军营 说他军功不够 拒绝的理由一堆 满朝文物都站在父皇那边 他们非说凤姐是罪人 过去的军功早没有了 没有资格驻朝为官 本王就用自己的军功给他 这才堵住满朝文物 为此父皇很生气 这才没说了我的上次 知道父皇为什么不喜欢他 因为他总是忤逆他呀 谁会喜欢一个忤逆自己的儿子 可没办法 他的女人是凤家的女儿 被五弟想要压制凤家 而他得保护着凤家的人 原来大哥的官职 是你用军功换来的吗 是 不过没关系 军功而已 以后还有机会争取来 这么算来 我们也不吃亏 凤明威心里有点感动 不过 不至于热泪盈眶 让他以身相许的地步 多谢王爷 军功 军功 你大哥呢 找你大哥过来 大哥在衙门 他已经两天没有回来了 听说皇上下旨 让大哥 要亲自逮捕三舅舅 派人去喊他回来 告诉他 娘有话跟他说 祖母不让我们的人出府 还派人守在院子门口 死老太婆 王和尸气得一口气没上来 就哇的一声吐了血 你明 你亲自出府 找 找沈家 现在 只有沈家可以帮我们 可沈侯爷 会见我吗 你找沈大夫人 就说 若能救何家 我必定 奉上奉名威的人头 给他女儿报仇 啊 女儿这就去 王妃 现在街道都拥挤了 可能会堵住大城上朝 到时候皇上不知道会不会找您 那你带人去维持一下秩序 已经派人在座了 那应该不会有人谈何本郡主吧 啊 那难说 很多人都眼红王妃的生意火爆啊 说得也对 沈秋月死了 沈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就等着有机会报复呢 还有王家 那个黑风寨三当家抓住了吗 头疼是黑风寨 那可是恶匪 如果不能尽快处决了这个隐患 他们会跑来找到他的晦气的 还没有抓住 王何氏不会看着河家被满门朝战 王灵虽说在抓捕 可谁知道他会不会故意放走人 不算他放了三当家 有太后在 王家就不会有事 顶多王灵被罚俸禄 严重的话 丢掉乌沙帽而已 哼 说白了 就是后台硬呗 先不管王灵做出什么选择 本王想和魂云未必会来京城找王家帮忙 如今他如同过街老鼠 回京就是死路一条 那他不会想办法揭发场吗 他逃出黑风寨 可能带了什么可以救河家的东西 可以去别的地方搬救兵 不会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出来 河家问审的日子定在下个月十五号 等那时候再看 奉明威觉得有道理 目前王家他们都在想办法营救河家人 是没有精力来给的添毒 那这个时候 他尽快让生意不如正轨 到时候就有精力反过来对付他们 那不管了 聚仙楼和药庄店的生意这么好 我就不去看 你派人帮我盯着点 嗯 本王已经安排好了 另外 送一个蛋糕给叶九霄和慕容车 为什么要给慕容车送蛋糕 生日也给他砸了 当时补偿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 你想啊 贤亲王虽然没有实权 可他和你父皇 多少有点兄弟情分 另外他好歹是个亲王 手头里肯定有人脉关系 相处好了 关键时候 说不定对我们有用处呢 这个道理慕容车自然懂 不过是不想他对慕容车这么好 哪怕是一个蛋糕 那也不行 蛋糕是你亲自做的吗 嗯 我等会就打算做 如果生意做大了 九楼要做蛋糕生意的话 你一个人哪里做得过来 你把配方给我 我让别人做了送给他们 行 我写给你 叶九霄说草莓蛋糕 哎 好像没有草莓 管他什么草莓蛋糕 没有就做别的 他也吃不吃 凤鸣威惊讶地看着他 想不明白 他这阴阳怪气的是什么意思 你突然发什么脾气啊 你要是也想吃草莓蛋糕 我可以给你做一个 本王是不想你给其他男人 做蛋糕吃 你管我 他望着女人修长白细的脖子 眼眸清眯 压下心里的不满 本王陪你去种草莓 凤鸣威想着要草莓 就要有种子 他心里默念种子 然后打开药箱看了眼 发现时空手中 还真给他传送一包草莓种子过来 这些种子是从哪来的 我以前在凤山的时候见过 就留了些种子 凤鸣威随便找个借口 这个借口挺完美的 原住已经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凤山 说到凤山 慕容霄想起来 他跟着凤家兄弟去凤山学武的事 他离开之时 也正是他杀死兄长 被关进地牢之日 这件事被他遗忘了很久很久了 现在提到凤山 他的记忆就像被钥匙打开 猛然想起了一件事 他记得那天 他也在御花园 跟他还有五哥在一起 当年你为什么突然去了凤山 还是本王被关进地牢的时候 我不知道啊 听双喜说 那时候我就喜欢你了 你出事后 父王怕我进宫吵闹闯祸 就把我送去了凤山 还不告诉我 你被关在地牢 也就是说 你从小就喜欢本王 是吗 嗯 可你不是说喜欢五哥吗 是吗 我怎么不记得 有说过这样的话 你难道都忘了吗 那天在御花园 你也在场 这女人明明知道 那天所有的真相 却什么都不说 第二天就跑去了凤山 显然就是不管他死活 又怎么可能喜欢他呢 我不记得了 双喜说我掉了荷花池 被匆匆送回了王府 男人突然一把捏住他的手腕 骗子 那天你跟我 还有五哥在一起 谁说你掉下了荷花池 说起来 五哥的死 都是因为你 你发什么疯啊 放开我 你也以为本王还是那个胆小鬼吗 什么意思 你是谁 慕容霄 哎呀 你放开我 王爷 哎呀 我好疼 望着女人楚楚可怜的样子 慕容霄阴沉的眼眸微钟 忽然间乌云散去 春光明亮一样 他有些恍惚 本王 本王怎么了 你发疯 要谋杀亲戚啊 本王 你别过来 威儿 他都不记得自己刚才做了什么 现在他跟平常一样 很正常 隐神看着他都是关切 怎么回事 一个人怎么能做到说变脸就变脸 风明威想不明白 脑子里回想着前一刻的男人 和现在的男人的变化 他疑惑的眼眸忽然亮起 难道 这男人 是双重人格 你不记得 刚才做了什么吗 本王 不记得 本王对你做了什么吗 你要杀我 不可能 行了行了 你还是别想了 风明威明白了 他估计也不记得当年的事 如果硬是想 因为没有办法承受痛苦 那奋力的另外一个人格就会跑出来 他突然同情他 他这不是天生的双重人格 是后天因承受的痛苦太大 一个人没法承受 自我逃避 才分裂出了另外一个人格 要命的是 他体内的另外一个人格 清楚地记得当年所有的真相 我们不要去想 忘了他好吗 好 忘了他好吗 这声音像魔咒 他心甘情愿地愿意为他忘记 本王偷疼 你陪我躺会 好吧 为了安抚他体内的恶魔 只能勉为其难牺牲一下 两人进屋躺下 风明威心里一直打鼓 没法平静 因为他可能是害死五王爷的真凶 这么说 他可是慕容孝的仇人呢 他体内的那个人格 万一跑出来 半夜掐死他怎么办 那得赶紧早点离开他呀 可他们现在又是合作关系 利益不可分割了 一时半会儿还不能离开王府 该怎么办 风明威想多了 就头疼要命 怎么了 刚才本王 你别提刚才的事了 不然又头疼 可你为什么拒绝我 我本来就怕你碰我 再说 你答应过不强迫我的 男人目光沉寂地看他一眼 随后起身 那本王还是走吧 他想起来了 他喜欢的人从来都不是他 是五哥 慕容霄走出香月楼 在门口停下 回头看了一眼 他都没有追出来 这足以说明了一切 我 王爷 什么事 有何鸿云的消息了 他离开了京城 去了东墨 嗯 嗯 嗯是什么意思 主子好不容易开朗的一阵子 怎么又变回了从前沉默寡言的性子 那王爷要派王妃出府去巨仙牢吗 不去 郡主 你不是要和王爷一起种草莓吗 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发呆啊 别提了 那王爷呢 走了 我问你啊 八年前的那场公宴 我真的掉下荷花池了吗 对啊 郡主要是不记得 可以问大公子啊 哦 那我去找大哥 到了凤家 凤姐就去了军营 怎么了 找凤姐什么事啊 大嫂 八年前 我王爷死的那天 我在宫里 是不是掉下荷花池了 哦 我不太清楚 因为当时我 没有进宫参加宴会 那你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吗 听说了 不过具体什么情况 我不知道 因为那时 太少皇还在位 他下令不许任何人提这件事 至于 你有没有掉下荷花池 我记得 好像没有 不过你从宫里回来后 就大病一场 这事我知道 然后 还没等你痊愈 第二天 凤姐 和你另外四个哥哥 就带你去了凤山 怎么了 你是想替 练王翻案 调查当年的事吗 哦 不是 啊 算了 我去药妆店看看 大嫂 要一起去吗 那 我陪你出去逛逛 为了尽快忘掉这件事 凤鸣威拉着萧玉 一起去逛街 在街上遇到了萧莲和慕容姝 嫂嫂 要装点好多人啊 我们想买美白养颜单 你帮我们买成吗 怎么这么多人啊 因为大嫂做了一个活动 最先楼一起开张 隔壁也是爆满 嗯 明天我让人给你送过去 我们去别的地方逛吧 那成 到时候我们把银子送往府啊 好 我肚子饿了 我们去吃点东西 本郡主带你们去浪一天 远远的一家茶楼上 有人就盯上了他们 沈彦和一帮狐朋狗友 在茶楼喝茶聊天 狐朋狗友都知道 沈彦心悦萧三小姐 是她多年的白月光 却因为上至赐婚 不得不娶王家大小姐 那个客妇客夫的女神 她心情不好 作为朋友就给她出主意 她也有艰难 帮她怎么退亲 怎么得到萧三小姐 几个公子哥盯着萧连他们 目光有些龌龊 暗暗地讨论着什么 哎 二公子 你看那不是萧三小姐吗 凤鸣威也在 说的是 凤小郡主在 恐怕不太好得手 要不 我们去把她引开 还有八公主 这件事最好不要牵扯的八公主 因为是公主 要是公主出了什么事 别说皇帝 就是她哥哥猎王 估计都会把他们大些把块 哼 本公子让你动联儿了吗 谁也不准动她 那 沈二兄有什么打算 你真打算 去王敏那客夫的女人吗 那个贱人心有所属啊 一心想着做猎王妃呢 瞧不上本公子 沈二兄打算怎么做 将她弄进青牢 不过她会武功 还会读术 得想个万全之策 凤明威和肖玉 他们逛了一天 玩得挺开心的 眼看天色不早 木儿要下课了 肖玉打算带人 去私属接她回府 肖玲和慕容书 都各自由家里的侍卫 护送了回去 凤明威也打算回去了 今天她一个人出门的 疾风并没有像往常一样 跟着保护她 经过一个胡同时 凤明威眼眸清眯 两步停顿下来 回眸看着 暗处的人影 怎么了 凤家暗中 跟着保护她的安慰 突然现身 郡主 沈宴和几个世家公子 想要算计你 他们准备 怎么算计本郡主 找了几个高手 准备了魅药 要将您丢进青楼 需要属下除掉他们吧 放心 我自己能应付 你们暗中看着 要是我实在不行 再出手 还是那句话 万不得已 不要现在暴露身份 是 郡主 我 我 不得已